第三章 搬家 自打舅舅买到船票 全家上下可忙开了 妈整天躲在屋里收拾东西 除了吃饭 会客 很少见到 女佣人乙真 已有两三天没梳头 总是穿梭似的走出走入 啪哒啪哒的拖鞋声 在街上都能听见 男佣人阿三满头是汗 袖子挽得高高的 不声不响地打行李 孩子打他几下都顾不得还手 狼子底下大包小箱的一个压一个 堆成了高高低低的小山 大的小的红木条岸 漂亮的太师椅 精致的椅子 茶几 都用麻布包着 靠在墙边 长长的一排活像一只货船 这倒怪好玩的 何不天天这样摆 谁来坐船 我表姐婉儿爬到最高处喊道 坐船得快来买票 八姐坐在一只皮箱上叫道 静儿领着她的小表妹 笑嘻嘻地去打票 随后跳到行李上 好像那真是一条船 我们不坐船 爬山吧 小青和小翠爬到廊下的行李堆上 小石 来坐船呀 你可以买半票 坐船有什么劲 来跟我们爬山吧 我坐在门槛上 手里玩着一个没了边角的破瓷盘 正想给我的大花鸡喂点水 听见他们叫 我抬头望着 快来呀 你是我的乘客 婉儿走过来称怪说 静儿也跳下来叫道 山上可好玩了 能看见桃花山的宝塔 还有大黄牛呢 两边都使劲拉我 瓷盘掉在地上 摔得粉碎 什么打破了 妈从屋里跑出来 都给我到外面玩去 别待在屋里闹 这么多东西 早晚全叫你们打了 乙真跑过来帮枪说 一群小猴简直要拆房子了 外面玩去 她张开两臂 像在轰一群小鸡 孩子们都跑了出去 跑在最后的碗儿 回头朝乙真 绊了个鬼脸 我弯着腰 一块一块地拾那些碎片 摔得太碎了 无法再拼成一个盘子 我感到一肚子委屈 妈看着说 小心划了手 别捡了 出去玩吧 宝贝 这宝贝的大花鸡怎么办 乙真过来问 当然不能带 妈淡淡地说 妈 我要带大花鸡走 我坚持说 把它放在小竹篮里 我自己拿着 三妈说可以带着它上船 你这傻孩子 竹篮子太小 哪沉得下 轮船上不让带货物 连狗都得打票 乙真总是帮妈说话 那也给大花鸡买张票 我恳求道 人家才不给鸡 这么小的东西打票呢 你要是偷偷带着 查出来可要罚你 什么 我被吓了一跳 他们会把大花鸡带走 把你关起来 乙真说完 重重打了个喷嚏 好像蚊子钻进了鼻孔 对了 还有一匣子鸡蛋 妈忽然想起来 冲我说 趁早拿出来吃了 省得带着麻烦 乙真说 不 我还留着副小尖 我用恳求的目光望着妈 我知道妈会向着我 她平时总是站在孩子们一边 好孩子 听话 大花鸡和鸡蛋都不能带 在船上查出来 人家也得给拿走 妈说 我不给他们 我急得脸红了 不给 哼 连你一起带走 当猪仔卖了 你可就回不了家了 害怕不 乙真说这话 可算称了乙 这回 我真吓着了 当猪仔卖了 够多可怕 回不了家 就见不到妈 婉儿 小青 小翠 和好多好多人 也见不到四婆了 我越想越伤心 妈似乎看出来了 她对乙真说 阿姨 她还小 别逗她 待了一会儿 妈又说 小石 你要是舍不得宰大花鸡 把它送给你喜欢的人 不就行了 送给四婆 我即刻答道 还是妈心眼好 这样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准直到你要给四婆 这一走 可有的想了 妈笑着说 妈说得不错 四婆喜欢我 正如我依恋她一样 四婆上了年纪 满头银发 一人住在 祠堂后面的小房子里 她并不总是 冷冷清清地过日子 有时儿子回来 把一包白花花的羊钱 放在她怀里 让她高兴 她就买了鱼肉 做许多菜出来 让我同他们一起吃 饭后 她儿子就会背上枪 到后山打鸟 我要她带我去 我喜欢给她背着裂带 走渴了 她给我摘 轻轻的酸果 或野橘子吃 很苦很色 有一次 她捉了一只 班鸟 给我带回家来 姐妹们见了 都围着欢叫 四婆还有个女儿 我叫她 易姐 大概在城里做事 经常回来 有一次 带了个 带耗子的家伙来 一天 就捉了六只耗子 四婆说 这样下去 不仅 耗子要 断子绝种 就连猫也会伤心的 还有一次 她带回一包 天津雪梨和北津蜜枣 说是给四婆 制咳嗽的 四婆让我先尝一口 真甜 甜到牙根了 易姐总是夸我 宁我常来陪四婆姐们 她送我一个 香皂做的羊娃娃 圆圆的像只可爱的 小鸭子 又滑溜又香 我把她放倒在床上 小青 小翠 站在床前 老忙不爹地 用手摸她 八姐看他们 太孩子气 不让摸 那时八姐对我特好 不到一天 就给羊娃娃 做了一身新衣服穿上 我高兴地 流了眼泪 四婆一家都喜欢我 连乙真见了都眼红 她不嘲讽地对妈说 真是什么都看缘分 小时一天到晚 围这个梅雅老太太转 臭猪头 碰到闷鼻子菩萨 巧了 我也真的离不开四婆 天天吃过早饭 就溜到她家 帮她喂鸭子 喂完 赶鸭子下糖 有时还给她们 弄点小鱼 掏点小蟹 闲下来 就帮四婆干点杂活 择线头 认个真什么的 四婆眼神不好 早就看不见真孔了 她要做菜 我就帮着择根去叶 和剥削笋皮 她点上火 我就替她拉风箱 不等四婆让 我就把碗筷摆到桌上 她见我忙来忙去的 就笑着说 本看吃的是青菜白饭 你还就爱跟我这儿待着 生人常常认错 以为我是四婆的孙女 四婆有时出去帮工 我只好回家吃饭 小翠常学着 以真的腔调取笑我说 四婆家的饭箱 快去呀 大家跟着一起笑话我 叫我难堪 我不愿人老笑话我 所以 每当四婆要出去帮工的时候 我就牵着她的衣角 要求着带我一起去 我答应 听话 四婆没法了 只好把我这小丫头 带在身边 一次 我们俩手牵手 翻过一座小山 鸟儿在树上唱歌 过小河时 四婆脱下鞋 背我蹚到对岸 那里有许多头戴黄草帽的人 弯腰在田里劳作 远远望去 好像一片黄水鲜花 四婆像他们一样 弯腰从地里拔起绿苗 我乖乖地站在旁边 原来 那长着像草一样 弄绿叶子的绿苗根部 挂着一嘟嚕一嘟嚕的花生 有的大 有的小 刚拔起来时 一股强烈新鲜的泥土香 喝着花生香 刺得鼻子痒酥酥的 这香味太诱人了 农人们抖去泥土 把花生一串串地扔到篮子里 不多会儿 篮子满了 四婆就把花生 都倒在一个大篮子里 回来再往小篮里装 太阳落山后 农人们有说有笑地散了 四婆拉着我正要走 一个老婆婆赶过来 把两盆花生 装进我围裙上的兜兜里 还问 里面有没有兜 四婆笑着说 够了 谢谢 再装 它可就成 饱肚子懒虫了 四婆还带我 去过一些地方 都很有趣 不过那是在夏天 我记不清了 但我仍时时想见 一求求的鲜红荔枝 快垂到地面 抬头张嘴 即可咬一个下来 还有碧绿的葡萄 和淡黄色的黄皮果 采的人骑到树枝上 果子就似雨点一样落下来 四婆跨着个竹篮子 来回捡食 孩子们欢叫着 捡起掉在地上的果子就吃 回家时 我的小围裙兜满了各种水果 只好一步一步 躲着回去 活像一头小水牛 现在我要去北京了 北京什么样 同乡下一样有趣吗 我还不知道 四婆怎样想 她从未提过 只是 昨天我帮她认真时 她忽然叹了口气 说 小时 你去了北京 就没人给我认真了 你一喊 我就来了 我毫不迟疑地说 去了北京 就不容易来咯 你喊我一定来 小青说 北京就在桃花山那边 坐上船过河就到 你只要站在山顶 大声叫我 我就能听见 没这么容易 小宝贝 四婆说完 放下手中的针线 拉了我的手 到塘边去看鸭子